接著到7月4日政府出來談英聯話 我們現在要延遲表決 延遲易讀 要用兩個月時間的諮詢 接著譚耀宗就說我們是民建聯支持 叫你什麼政黨啊 是不是啊 你還投票給他啊 我經常跟大家說 如果泰保方案是剝奪我們的投票權 接著民建聯說 你支持我啦 投票給我啦 你是不是瘋狂了 如果不說粗口都不行 喂 你有份支持剝奪我的投票權 接著叫我投票給你 請支持民建聯一票 民建聯最無主 民建聯最無主 對不對 喂 你去剝奪我的投票權 接著叫我投票給你 你是不是瘋狂了 我投票給你 瘋狂了 我不知道有誰支持民建聯 下次不要瘋狂了 是不是 瘋狂了 那些邏輯是很簡單的 道理一字這樣才跟小學生解決都明白的 是不是 喂 我在九世 五居公投的時候 我不是沒有對手啊 是你那些建制派不敢讓我選了啊 民主派就抄後腿 民主黨不支持五居公投 這樣才是十七個百分之投票率 即是說著說 不是說我們又要抄你民主黨 如果你當初支持五居公投 有一百萬人去投票 現在臨帥倫敢不敢拿你的替補方案出來啊 所以大家 記住 冤有頭 債有主 做人 一定要恩怨分明 像慾文一樣 不要聽這幫民主派狗賊在頭 明天 他們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搞什麼激古名冤 要搞這個臨帥倫 我們就要激古名冤 某些人就免一張票給我吧 你便會氣氣吧 是嗎 我們是講道理 有些人說 英文你不講道理 我哪一份不講道理 都講道理 不如你補一下我 是吧 沒有你這幫人去支持 政改方案 反對五居公投 有今時今日 特區政府明目張膽 剝斷我們的投票權嗎 你現在反過來 我們跟政府反港 真是浪費 是不是浪費 他們應該怎樣 我們提出的訴求 三件事 剛才馬仔說過 第一 政府要無條件設官方案 知什麼信 手工 OK 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以後有決 有出決 沒有選 就是這麼簡單 第二 林瑞麟這個狗官 一定要問責下台 對不對 他都算神爭鬼厭 是不是 我對他沒什麼成見 雖然我常常在立法會抽他 他皮笑肉不笑 但是他要負責任 這個是問責制 他要負責任 曾蔭權都要負責任 如果你林瑞麟不肯下台 你曾蔭權解散這個曾班子 第三個訴求 我現在告訴你 我們估計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之後 政府會將這個替補方案 再送來立法會 但是一定是選舉後 因為現在你問責任 跟他講點數 大哥 我們撐你 你一雷死我 所以麻煩你 在選舉後 你才對這個案子 如果不是 在選舉前對你 你就是叫我掛柴 所以我估計 要是聖誕節前 要是明年年頭 這個方案 才對你立法會 我們會要求 泛民主派23個議員 集體辭職 小弟時過一次 不差第二次 對不對 2012年最多選過 對不對 很簡單 選不選是其次 我可以不做這一年 這個是抗爭 你如果23個立法會議員 集體辭職 這個震撼是很大的 剩下你36個 你自己搞定它 有什麼認受性 還有這23個立法會議員 所代表香港的民意是60% 這個在國際上 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不過我可以跟你說 民主黨採你也有名 他一定不肯 我叫他他一定不肯 所以是不是要靠你們大家 去他的選舉 去他的辦事處 或者發電郵給他 見到何俊仁 辭職 對不對 給他一些群眾的力量 給他看好不好 好 我都經常說 我們很多人上街 我們逼到政府 現在我們上街 叫民主黨辭職 你是逼不逼到你民主黨 你不要雙重標準 我就辭職 你辭職 一起辭職 我又沒有辭職 當初我辭職的時候 他笑我 說 說 就是辭職了 是不是 我們除了713天下圍攻立法會之外 人少就糟糕了 如果713好像這裏 只有兩三百人 就肯定了 我告訴你 怎麼都有幾千人 是不是 我現在站著咪 拿著咪在這裏 都有成三百人圍住 是不是 有報紙來 他明天就說 有幾十人 這個黃毓民舉辦論壇 都這麼多人 這個報紙 我們找人站在這裏拍張照 放上網 是不是 靠他就沒用的 OK 這裏怎麼都有幾百人 給點掌聲自己 我真是很嚴重的 因為我本來呢 昨天呢 去看指備後科 聲帶一定是上了 但是現在又要來捱 明天又要捱 是不是 希望上帝保佑 不要到時713失聲 不過失聲都不要緊 我們713 有很多年輕人 站在台上演講 唱歌 我們有些影片會放 OK 所以三天的時間呢 都很長一下的 最高潮就是7月15日 為什麼呢 因為曾蔭權 下午來立法會 出席答問大會 我們來找五千人在門口招呼他 好 好 好 我現在想沒有呢 都替那些建制派 有些民主派議員 抹汗 如果入面開三人會 入街入面開會 我們這麼多人在外面 出門口 都不是很敢的 有些人 但是我們當然不會動操了 真誓控到他了 是不是 一出來 麻煩你 一出來 一出來 一出來就被人嚇 有些不生性 是向問候別人 不要 OK 我們嚇他就可以了 他一見到那些民主黨議員就 泛民總辭 泛民總辭 反惡法 這樣就可以了 何俊仁 辭職 這樣就行了 不要罵他 是不是 我們是民鬥 不是武鬥 那三天很一片的 又有歌聽 又有音樂 又有人上去演講 是不是 連續三天 這是持續鬥爭來的 還有我跟大家預告 上次他撤回方案 其實我都要跟大狗 跟我們領下功 因為我們已經在7月4日 截止修訂案 那天兩兄弟加起來 給了860條修訂案 入立法會 我們準備跟他打一個月拉布 破一個歷史紀錄 他不敢 他不讓我破 我是會成為香港 有史以來 在立法會發言時間 最長的一個會期 發言時間最長的議員 因為一條修訂案 可以講15分鐘 大舊的修訂案 我又可以講15分鐘 即是可以講半個小時 一條講半個小時 八百條就是四百個小時 四百個小時 除十個小時開會一天 幾多天 我跟那些建制派講 你們7月 給我去旅行 取消 機票 扔過 你試一下去旅行 現在投票不夠票 你是歷史罪人 是不是在這裏支持政府 玩到他借 想起都一額看 你好不好 這些就是紋斗 要不要扔掉 要不要說粗口罵 我有權提手訂案 我就不信你曾陸成不批 而且我們提了修訂案很有技巧 因為根據議事規則 改一個字 又可以一條修訂案 加一個字又可以一條修訂案 認為他的句子 語法不通 又可以一條修訂案 於我就是文字 即算是能力比較強的 我炒到 不知道多少條 這個的字是多的 這個虛字是多的 不同的 接著我已經準備了 叫你助理 一本說文解誌 一本空氣字 一本池海 放在桌面 一講那個字 就站在這裏 又解一解 說文解誌又解一解 我不會大聲 好像現在這樣的 沒有激情的 我玩到你這麼差 全部都哭不哭 但是你又要讓我說 還有 我們每次講話的時候 民主黨都走了 你知道嗎 你留意一下 看立法會直播 因為我罵他 偶爾會在這裏 這次你真的要走 我說 你最好民主派沒有人在 那一不夠三十個人 你就留會了 那些建制派就淒涼了 因為我一見他 立法會裡面 只有十個八個 我就舉手主席 我要清典人數 接著我禁鐘 十五分鐘之內 死不兇 我每天都回來開會 如果十五分鐘之內 不夠三十人 主席就要我宣佈留會 那於是這個會期 結束 這條方案就是這樣 我沒事 不過現在都不能搞 因為他已經延遲已讀 但是都可以搞 如果他不收分 他不收分 都可以搞 為什麼呢 到他明年拿來的時候 我們一樣跟他打拉布 好 好 所以現在當前金武 七一三 大家跟我喊一次 天下圍攻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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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民總辭 反抗惡法 堅持到底 泛民總辭 反抗惡法 林公公食屎 曾偉雄食屎 曾蔭權下台 天下圍攻立法會 713不見不散 多謝大家